過去一個星期我有兩個女士的客人 都因為逛逛街咬柴 接著就給我電話 他們就說腳腫腫得很厲害 究竟咬柴我們在保險裡 是可以怎樣幫到我們的客人呢? 以往你說扭傷腳眼的位置咬柴 都是女士比較多的 男士多數都是斷十字人帶 做運動多 而女士咬柴很多時候 我們都有一個意識 會不會是她穿了高肘鞋 你知道香港有時候 地上不是每個地方都那麼平 不小心就受傷 不過這次我這兩個客人 都是年輕的 都是三十歲 他們是穿球鞋 都是在上班下班的時候 不小心地上真的不平 有點凹凸 然後她就咬柴 咬完之後 就很痛 痛到走不了 一個呢 一落車 放工就回家了 走著 但真的走不了 她說呢 在咬柴的地方 就坐在那裡 慢慢自己想辦法 站起來 在那裡 痛了 五至十分鐘 都真的走不了 就打電話 給家人 叫家人 扶她回家 另一個呢 就是 都是在 下班的時候 在街上走走走 就這樣咬柴了 我就問她 即時是怎樣處理 是否打狗狗狗 但因為她又覺得 嘩 又不用這麼嚴重 去急性室 於是自己呢 就在 路邊 剛好那裡 可以截的士 她就馬上截的士 就回家 然後慢慢咬 咬咬咬咬 兩個女士 都是腳腫得不得了 還有兩個都告訴我 真的痛得很厲害 兩個女士 也都曾經試過 有時候咬柴 受傷都試過 但是她們都覺得 不是說痛得不緊要 所以之前那些 她們都沒有搞任何賠償 在家裡自己搓一下藥酒 或者浸一下藥膏 一個星期左右就沒事了 但這次兩個 真的走不了 第一個 她就回家 接著就給我電話 那我就說 不如我看看有沒有辦法 幫你插隊 看到骨科的專科醫生 兩個女士都有買 高丁醫療的自然醫保 當中她們那個 醫療保險呢 都包一個專科網絡換診服務 那我就跟她們說 要是我試一下看可不可以插隊 幫你找到我們的網絡 骨科醫生 如果在這兩天之內看得到的 就立即盡快和你跟進 另外一個 也是 前一晚做到 第二天早九點鐘 就給我電話 然後我就立即和她們約 都安排了兩個去看骨科醫生 去到專科醫生 專科醫生 首先會看她的腹度 總的程度 跟著呢 就會跟她照X肛 照X肛 重點就是要看她本身 腳跟位那裏有沒有骨裂 還是印帶有沒有撕裂 那些真的要X肛才能看得到 一個呢 就真的 轉出來 骨頭是裂了的 另一個就幸運 骨頭轉出來就沒有裂到 只在印帶那裏受到傷 兩個各個治療方法就不同了 有骨裂那個呢 就 因為都幾深 那個裂痕 X肛看出來 就需要 釘個鋼片 在旁邊固定回她的位置 那一兩天我們盡快安排她去 做一個手術 也都要入院做 做完手術之後呢 她都要休息 要拿著拐張走 都需要 真的六個禮拜的時間 康復期 也都需要之後慢慢做物理治療 沒有骨裂那個呢 只是傷了人打一個 簡單點 在當日即日就馬上安排物理治療師 就跟她做物理治療 那麼在她頭幾天呢 就做 每天做一次物理治療 就可以快點減輕她的動作 也都令到她的康復程度可以快點 不過醫生也預計她要休息 即是給她一個假期兩個禮拜 那才做應該會沒有問題 醫生給她建議 那人客呢 因為她是用專方網絡門診的醫生 所以她第一次看醫生的醫療費 X缸 都是醫療保險包了 就幫她免找數 變成他們去到門診就不需要付錢 然後需要進去醫院 兩天後再做個手術的那個客人 那也是用催眠找數 跟她去跟進 那也是在兩天之後 公司復回來就批得到 都不便宜的 就是雙鋼片 那樣東西 過了十萬 兩天後入院做手術 也都是不需要付錢 等她做完手術之後 再看看怎樣物理治療再跟進 物理治療裡面 醫療保險就幫不到幾多 物理治療就真的需要個人客 有買意外醫療費用的保險 才可以賠得到 通常的意外保險就是 會包譬如意外死亡 另外有一個意外的門診的醫藥費保障 以每個意外去計 例如每個意外 計5萬元 變成人客 這麼不幸 一次意外她在門診 或者體骨科、複診 或者物理治療那些 都可以在5萬元之內去賠償 那部分就要人客先給 看了這麼多次物理治療 就儲了一些單 一次過再叫骨科醫生 寫回當時的情況 寫回Camp Form 那就進入公司 那人客就是 如果她有一個自然醫保 醫療保險 就用網絡門診 去看骨科醫生 那裡不用錢 照X缸 那裡也不需要錢 然後進醫院做手術 因為她是買高端醫療 所以也不需要付錢 就在幾天之間 就已經很快決定到處理到 其實兩個客人都是三十多歲 這個三十歲的年輕女 她也是二十二三歲 就開始買保險 出來工作 然後就買我們叫 基本的全保 每樣都買一些 而她自己也願意給補費去買高端醫療 她是一個我們叫做普通的打工仔 買了七八年都沒有claim過任何東西 這次這麼不幸 真的都挺嚴重的 要做手術 一次過 貿易程度上 這張保單 這次都是幫到她 叫做很快決定到做手術 立即可以做治療 如果你說年輕 她肯買齊所有保障 到有氣時的時候 就已經可以自己獨立處理 又不需要問父母 又不需要問男朋友任何事情 自己已經決定得到 如何儘快去休息或者治療 但是如果你說 沒有足夠的轉保險 或者意外保險的時候 人客就真的要計算 突然間要用這麼多錢 無論買不買保險 都是要醫治的 不過怎樣退出那些錢 令到自己可以盡快去做治療 還是先搶著卡數 慢慢還 還是怎樣 那個事情就複雜了 在這個情況下 年輕女就真的不需要擔心任何事情 就已經可以自己好好照顧自己 另外一個客人 她三十多歲 她沒有骨裂 只是傷了人大 她就買了意外保險 變成物理治療 在意外保險方面幫她賠償 如果你說她年輕 我們通常都會幫她買齊每一件事 當然當要買齊的時候 儲錢成分就一定低了 但是當她有氣勢的時候 我們就真的幫到手 因為我真的不知道她會是病有事 還是意外有事 還是去到嚴重禮疾 我們計不到的 計得到就不用買保險 今天這兩個 這麼巧都是女士咬柴的case 可以讓大家知道 原來在不同的保險裡 都可以發揮不同的作用 你又檢視一下 究竟你自己的保單裡 有沒有足夠的醫療保險 第二就是 有沒有足夠的 意外醫療費保險 尤其是有不同類型的保險 就會多些保障 自己就不需要擔心 因為錢的問題 而影響了自己 想怎樣去治療 如果大家覺得 我們今天的內容 是有用的話 就記得給個 心心 或者是 Superfans 或者是 訂閱 給一些來身邊的朋友 讓他們了解多些保險的功能 和價值